好,那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图了 那我们刚刚也看过有关IP层的一些程式 那IP层的程式主要都是在解析网址用 那刚刚看到了这个IP层的程式 那像IPconfig就是一个 就是命令列里面的一个 针对IP层所专用的指令 其实它还是个程式 OK,那它会列出这些IP相关资讯 那我们也用自己用C Sharp写了一些程式 其实它作用也类似IPconfig这样 但是呢,它有一些是主要在解析网址的 像这个,这是查询到底谁对应到谁 那这,接下来的这个是用来解析网址 把网址变成其中的一段一段的 那比如说host就是网站的段 那路径的段 参数,路径加参数的段 那纯粹参数的段 这些,这是刚刚我们IP所做的事情 那各位程式如果你执行过 你比较会有感觉 没执行过也应该没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上一层 来看TCP层和UDP层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UDP层 好,UDP层的程式 OK,我们从这边 网路程式 里面,OK UDP层的网路程式设计 那这个是UDP层的程式呢 大致上一样 我们会用一个IP 用来指定网址 然后接下来呢 我建立一个称为Socket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插座 那插座 Socket其实插座和插槽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它把网路想像成一个一个的插座 那我这个线插到你那边 然后我就开始传资料 那这个线插到你那边 我就开始传资料 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这个Socket其实是 在网路的早期 由伯克莱大学 发展出来的一组韩式库 那后来呢 网路蓬勃发展之后 这种名称就被沿用下来 那就 所以所有的网路的程式设计韩式库 几乎都是以Socket为主的 好 那这个就 Socket上面会指定说 你到底是要怎么连 用哪一种协定的方式连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它就是使用 Internet 因为网路不一定是只有Internet Internet是指 这里可能有些同学会不太了解 所谓的Internet是指我们全球 资讯网的那个硬体架构 然后包含整个网路协定 那它不限于你所看到的HTTP这种Web 那Socket Type 第一Gram就是DataGram DataGram DataGram其实就是指UDP的架构 就是UDP是一种非连线导向式的架构 所以叫做DataGram DataGram一个一个的资料风包 然后呢 最后你会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无穷违圈 你会发现网路程式里面 几乎都是用无穷违圈的方式写的 那这个无穷违圈永远都不会出来了 所以其实最后一行不写 应该也无所谓 那永远都不会出来的无穷违圈 它会去送讯息给对方 那如果是伺服器呢 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出来的 无穷违圈一直收讯息 收从对方来的讯息 那这边 为了要说明 UDP网路程式的设计方式 我们这边 写了一个 单向的UDP聊天程式 那这个 有两个档案 两个档案 那这两个档案 一个是Client Client就是客户端 就是要跟人家要资料的那一端 那Server 这个伺服端就是提供 提供资料的那一端 那我们必须把这两个程式呢 通通都存起来 然后就可以用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把这个 另存一下 有了 那我 那我 UDP 建一个 UDP的资料夹 然后把 UDP Client 跟UDP Server 通通存起来 好 有点慢 好 UDP Server 也存起来 这样这两个程式都存起来 我们就可以进来做编译 好 之所以讲 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 让各位稍微 那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的课程 请注意一下 这边的对方是 127.0.0.1 这个网址有特殊意义 这个网址在 网路上代表的就是 自己这台电脑 OK 所以我现在是连线到自己这台电脑 好 那所以我们就 必须要开两个 两个 视窗 然后呢 分别执行 这两个程式 我们才可以看到结果 好 好 我一个视窗呢 我用来执行 UDP Server 好 用这边执行 UDP Server 好 他会问你要不要 保持封锁 或解除封锁 这时候一定要选解除封锁 如果封锁住的话 这个程式就被锁死 就不能用 所以 这个是安全性的顾虑 那 解除封锁之后 这个程式就可以用 那我这边呢 就有UDP 好 UDP Climb 然后呢 127.0.0.1 这是指我们这台电 好 那我这边呢 先输入 Hello 你会看到我这边输入 Hello的同时 这边也就输出了 Hello 我输入Hi 他就输出Hi 也就是说 我从 把资料从这边送到这里 看得出来吗 OK 我送 那你一定会觉得 真的有送吗 因为自己送到自己很怪 对吧 那为了证明这一点呢 来 再做一件事 再开一个视窗 好 这边是刚刚的server 这边是climb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好 来 我现在呢 再开一个climb 再开一个客户端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刚刚的客户端 把它缩小一点 好 这边呢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客户端 好 那待会呢 就请各位操作的时候 照着我的方式操作 那你们就可以送讯息到我这一台 来 OK 但是你要先编译你的程式 然后执行 udbclimb 这时候呢 我先确定一下 我们不要用 刚刚那个127.0.0.1 因为它代表这一台机器 那你的这一台机器 就是你自己那一台 所以不是我这一台 你要传给我 你要怎么做呢 我先查一下 我的IP是多少 我的IP是192.168.60.15 这个在全校内都是用这一个IP 所以呢 我就用 uddpclimb 192.168.6 60.15 好 那这时候呢 我 OK 有没有看到 他送的资讯 这边还是收到了 好 那 OK 现在呢 各位如果去下载这个 udpclimb 然后呢 编译 执行 连线到192.168.60.15 然后呢 送一些讯息过来 你会发现我这边会显示 我现在就开着这个 这个视窗 已经有人连进来 打了一个0 好 看得到吗 那各位可以送讯息过来 看看你送的讯息 有没有到我这里 0是谁送啊 你送的 OK 那其他同学送送看 证明 你 我们这个程式并不是只有 只有我这一台可以用 是 所有人都可以送讯息给我 但是我们 这个程式只做单向 我没有反向说 从server送到client 事实上 网路程式设计的架构也 几乎没有从server送到client 大部分都是从client送到server 那server送回client 有时候会送一些讯息回去 但是 但是 是要看你的用途 好 那这边呢 我这边再送 好 OK 那我这边再送 好 那各位 试试看 你把那个程式编译 送讯息给我 那你也可以自己把server端编译 然后呢 执行好 告诉别人你的IP 然后请他送给你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机器上面会出现 出现人家给你的讯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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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指向你 撑顶 的 那如果今天如果是吸液的话 用受水血法 那我们也也有 用 是一个的话 用 用那个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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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GCC X++ 就有固定GCC 那其實電力技術是用GCC 來做 所以用Console 就是這樣做嗎 對 程式就是主動態 真的好做 對 對 那你打GCC 我試給你看 好 我再開一個 在這裡應該 GCC 他說No Input File 這就代表說GCC存在 如果GCC不存在是不是 他會說不是內部值 這代表他有 那他只是告訴你說 No Input File 因為我沒有打GCC 要編譯哪一個檔案 GCC就是C C的編譯器 C跟C++都可以用GCC 欸不行 C++用G++ G++ 那這些知識是哪一台 為什麼 其實這些知識都是 就是 以GCC而言其實是開放原始碼 那 Dave C++其實是利用開放原始碼 跟GCC 來 來做他的編譯器 聽不懂 欸聽不懂 就是 嗯 寫程式的人 欸等一下 先確定你知道開放原始碼 這個概念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人會把它寫好 才是放在我路上 就 對對對 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 Dav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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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